好了 大家 祖欣的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 我们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三星第四联合三星声乐频道 同步播出的 《冲光大峡谷》第六季 我是孟科 大家好 我是露露 我是陈亮 咱们每年的夏天 就已经在这一半年 我们冲关大峡谷去度过 是的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 真的是风景如画 特别的美 这里呢是山西长治湖关 太行山大峡谷 我们所处的位置呢 是红豆侠 这里呀是中国十大最美峡谷之一 被誉为中国琴峡 当然了我们的三关封为了 第一关穿越峡谷 第二关飞越红豆侠 第三关我们的终极挑战 也就是我们的心跳八拳峡 冠冠有大力在等待着这位 能够不能够把我们的大奖抱回家 就要看我们宝贝和爸爸妈妈 他们统统努力和表现了 没错即便是咱们在赛道上 没有表现好没拿到去 不要担心 不要着急 是的 只要你能够成功参加我们节目 就可以获得由湖关石坡乡 提供的原产地特色玉米 深一份营养又美味 只要参与就有奖品 没错 是的 那么接下来 赶快让我们有请出第一组 幸福家庭 我们这蓝帝是来了俩兄弟俩 告诉你我们小丫头 上台就笑得会有花一样 特别开心 认识一下他们 来吧 宝贝你叫什么名字呀 崔家园 几岁了 六周岁 六周岁了 平时喜欢干什么呀 幻化 那旁边的是爸爸是吧 爸爸叫什么名字 崔潘潘 崔潘潘呀 爸爸是干什么的 宠物医生 我爸爸是宠物医生啊 又是白衣天使啊对吧 那爸爸很有爱心啊应该 来吧 介绍一下你们那边呢 来 我们这边兄弟俩谁来介绍啊 你先来啊 我叫李宝希 今年十一岁 然后现在在那个太原小店区 八一小学读书 来 旁边这位 大家好 我叫李春心 我现在和我哥在一个地方读书 今年八岁了 一个十一岁 一个八岁 那这边一定就是爸爸了 我叫李春 是他们俩的爸爸 我是干工职的 爸爸是做工程的 真的啊 你看啊 就是其实宠物 我觉得宠物陪伴孩子成长啊 特别好的一件事 对啊 那宝贝 你有没有养宠物呀 养了 养了 家里养的小猫还是小狗啊 约克夏 约克夏是小狗啊 他几岁了 两岁 他两岁了 你喜不喜欢和小狗一块玩呀 喜欢 你看孩子说都是实话 喜欢和小狗一块玩 你看 爸爸是那个宠物医生啊 职业 非常职业 那这边啊 我们的哥哥和弟弟 听说啊 弟弟在家里从来都不服气哥哥 一直都想当 弟弟想当哥哥 是这样吗 对 为什么呀 因为 这样 我来问一下啊 在家里 弟弟你觉得你自己厉害 还是哥哥厉害 我 你厉害 那哥哥你服气吗 其实 其实也不服气 但是呢 主要是我 还是打不过他 还是打不过他 主要是在无规则 打斗中 我一般都输了 哎呀妈呀 这 宝贝这个 打斗中 这话 宝贝这个前提给的很好 在无规则打斗中 就是抄起什么就可以上那种 让他一步的口水没出去发现 那要问问这边的爸爸了 哎呀 家里有这两个 哎 小捣蛋鬼啊 爸爸是不是觉得 这家里一直都特别的热闹 相当热闹 有时候这个 太热闹了 不知道怎么怎么做 爸爸说这个 真是太热闹了 太热闹了 那兄弟俩这样吧 有没有平时在家里做一些 能够让爸爸觉得 哎呀 两个人 两个儿子 还是比较贴心的 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就是 比较听话 不让他生气啊 那个 把他的奥书题都做完了 然后不玩游戏之类的 把爸爸给布置奥书题做完 不玩游戏 觉得这让爸爸比较省心了 那弟弟觉得呢 我想不出来 我想不出来 这就是反正还是 游着我自己来 我想吗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哎 好 也是充满欢乐的一家人 哎 那今天 我们的两组家庭马上就要来 CK成功了 来吧 口号有没有 给自己鼓励一下 咱们红队的口号是 能往直前勇章地医 同队加油 好 我们这边的蓝队家庭 你们的口号是 六子同心 几里断尽 又敲着气势 来吧 接下来又请我们的宝贝们 答题曲准备 爸爸们起点准备 人情 第一关穿越下队 两队同时出发 不计落水次数 哪队率先通关 即可获得下一关 答题顺序选择权 冲关大峡谷走呗 出发了 冲向我们蓝队的爸爸 回来 回来 对 很全 好漂亮 来 接近红队爸爸 来 可以 继续前进 加油 这一关道具上面 有了水会很滑 好 现在我们红队爸爸 也赶超上来了 两个人齐头第一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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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嚇唬 好 嚇唬 一失屠成千古魂 小心交力打滑 来吧 咱们的单车 蹬起来 加油 加油 漂亮 两个人都在蹬单车 谁会更快一些呢 红队的爸爸 还是我们蓝队的爸爸呢 漂亮 红队率先进发 进入第三关 别着急 缓一缓 对 散毒力气一铺而就 来咯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红队的爸爸来到了彩虹滑道 在这一关要小心咯 小心 及时地停了下来 他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一关的最后一道关口而此时蓝队的爸爸也已经进入到彩虹滑道还在等什么赶紧往下滑了 时间 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距一定要把握好 因为太远的话真的再吹都吹不上了 哇 上 加油 加油 时此刻竟然红队的爸爸给了蓝队的爸爸很大的一个这个机会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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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加油 太厉害了吧 加油 加油 小心 稳住 稳住 先让他过去 先让他过 归 快快快 哇 来来来 按下他 哇 成功 成功 哇 我们大把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看到你按按钮那一下 那一下心里在想着什么 太爽了 太爽了 是吗 没错 在这里不仅有爽的感觉 同样 还会有礼品来送给你 这里你将会获得的是由一堂客和朗坤三二客才为您提供的 这种话筒一支 同时在我们的第二关关卡还会获得答题顺序的优先选择权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第二关飞跃红豆侠 第二关飞跃红豆侠 宝贝每错一题 家长所在的道具倾斜一个角度 好 恭喜你猜对了 宝贝每答对一题 对方家长所在道具倾斜一个角度 直至一方落水 获胜者即可获得下一关答题顺序选择权 难度有多多 觉得爸爸抱不抱 抱 你很当定了 那爸爸为你争取到了优先选择回答问题的权利 你是选择你先来答题 还是让我们的对方先来答题 我先 你先 好 太行山大峡谷请选择一个字 大 大 请请题 一群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的楼 指的是哪一座楼 A 黄鹤楼 B 冠鹊楼 请选择 B 这首诗会背诵吗 题目好像记不清了 这个就是凭直觉 凭直觉 凭直觉是吧 那你的直觉究竟正确吗 关 确 咯 恭喜 回答正确 恭喜我们的蓝队宝贝 同时我们这边的轰队的爸爸就要接受惩罚了 首先要接受我们第二关小小惩罚的是 轰队的爸爸 那接下来该轰队的宝贝了 太行山峡谷选择一个字 三 山 山 请听题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会挥山河中的山代表什么呢 A 太行山和吕梁山 B 王屋山 请选择 太行 A A是吧 太行山和吕梁山 恭喜回答正确 非常棒 我们蓝队的爸爸也要接受相应的惩罚 惩罚准备 好 现在我们的两队的爸爸 又在同一出发点了 离这个水只有一步之遥了 蓝队看你的了 来 哥哥选择 太 唐 侠 鼓哪个字 鼓 鼓 请听题 你知道金灵十二差是哪部小说中的人物吗 A 红楼梦 B 三国演绎 请选择 蒙一个吧 主要是三国演绎 我看死了 好像没有这个东西 应该是那个《红楼梦》吧 用的排除法 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A 红楼梦 恭喜回答正确 我忽然觉得我们蓝队的宝贝真的是太机智了 而此人此刻我们红队的爸爸 你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第二关的征集惩罚再次落水 接下来惩罚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角度一点点清晰 随着同队爸爸的落水 也就因为呢 在我们的第二关卡获胜的 将会是我们的蓝队家庭 恭喜你们 你们将会获得 由木桃主营提供的价值500元的大礼包一份 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到终极挑战第三关 心跳八拳侠 第三关 心跳八拳侠 宝贝答错一题 家长直接落水 各位选手准备好落水了吗 终极挑战 同样是我们蓝队的哥哥选择 你先来答题 还是让红队先来答题 我先 还是你先 太 行 侠 来选择一个字 好 行 请进行 我国少数民族分不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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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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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举手干嘛 以前我看过书 海豚其实应该就和那个金鱼一样 应该属于哺乳动物 所以现在这个小哥哥给我们的这位小妹妹伤了一课 没课 海豚是哺乳动物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的红队宝贝回答错误 随着红队爸爸落水的次数陡然增加 最后一次落水的机会也留给了你 那么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宝贝来交流一下的呢 宝贝 那个平时爸爸工作也比较忙 也没有时间多陪你 今天能跟你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爸爸很高兴 宝贝 爸爸也努力了 你也努力了 不管结果如何 享受的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 最后爸爸希望你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中 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从严而终 只要想好了 我们就一无反顾地要坚持到底 宝贝想对爸爸说什么呢 爸爸 我爱你 宝贝 爸爸也爱你 宝贝要坚强一些好吗 在我们的现场总是会听到 爸爸妈妈与宝贝之间的真情流露 那么接下来 惩罚依然要进行 就让我们一起迎来我们终极挑战之后的惩罚 三 二 一 指数了 他刚才说了 结果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参与比赛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都是风景 重要的是我们用心去享受这样的风景和过程 是的 没错 那么在这里同样要来恭喜一下了 恭喜我们的蓝队家庭 成功地挑战了我们的第三关 心跳八拳侠 所以在这里 你们将会获得 由求此图儿童乐园为您提供的价值 1610元的游乐大礼包一份 耶 祝贺 恭喜蓝队 感谢通关大峡谷这个栏目 让我和孩子度过了一个愉快开心的周末 这次带着孩子们来这个节目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勇敢 还要不怕挫折 现场及电视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就在收看的是冲关大峡谷第六季 我们的录制地点呢 仍然是在美丽的山西长治虎关太行山大峡谷的 中国第一情侠 红豆侠 是的 报名参加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只要您拿起手机来搜索 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 冲关俱乐部 在后台留言 我要报名 我们的导演就会和您取得联系了 没错 机不可施是不是再来 仅此一次和我们清凉一下吧 你们好 你们好 你看这就是喜羊羊两组家庭 为什么呢他们一出来 太阳都出来了 来 我们这边穿的呢 特别的喜庆 红红火火吧 对 很热闹的一组家庭 对 我们这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来吧 宝贝 做个自我介绍 你叫什么名字呀 张冠羊 真棒 叫冠羊 冠羊你几岁了 四岁 四岁了 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呀 喜欢玩啊 真棒 来 爸爸妈妈先自我介绍一下 您好 怎么称呼 我叫邵晓睿 从事什么行业呢 就是快餐 快餐 餐饮类的 那您好呢 您好 我是张冠羊的爸爸 我叫张立然 我是从事市场管理 嗯 有这么一个小宝贝 那你们呢 爸爸和妈妈都是大个子啊 好 来 我们这边 来 红火火的这家人 宝贝 自我介绍一下 我女生 几岁了 五岁 对 那今天身边的这几位 分别介绍一下吧 这个是你的 妈妈 她叫什么 妈妈 她叫妈妈 来 这是小妹妹 小妹妹现在情绪有些激动啊 来 妈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何雨昕的妈妈 我叫季雅欣 妈妈从事什么工作呢 金融行业 金融行业 好 来 这边的爸爸也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何雨昕的爸爸 您从事的是 我从事的是文职人员 好 嗯 我们这边就很清爽了 来吧 宝贝 来 宝贝 来 宝贝 来 你告诉我 平时爸爸妈妈谁陪你的时间多呀 奶奶 奶奶呀 意思爸爸妈妈他们两个陪的时间 没有奶奶多呀 嗯 好 那你平时和奶奶在家做什么游戏吗 嗯 练卡片 练卡片啊 就是要识字是不是 嗯 哎 真乖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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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能够带他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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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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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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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首歌送给谁呀 妈妈 为什么要送给妈妈 因为妈妈这是我心中最美的光 因为你是她心中最美的光 妈妈听到宝贝对自己这样的夸奖 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 必须的 所以今天要把这个最美的光 来送给妈妈 来 我们一起来听吧 心中的小马虾 一闪一闪在发亮 穿越眼神的密码 我会变得更坚强 心中的小马虾 一天一天在成长 天资我日上翅膀 我会看到那最美的光 谢谢 来吧 那接下来我们的冲冠马上开始 口号先鼓励一下 欢乐冲冠夺冠军 夺冠军 夺冠军 来 我们这边的口号是 冲冠大峡谷 为爱向前冲 好 来 有请我们的两位宝贝 打几次准备 有请我们的爸爸妈妈 齐恬准备 有请冲冠大峡谷 GO 哎呦爸爸大长腿果然快啊 好 哎可以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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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妈妈一次成功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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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关 加油 加油 哎呦 差一点 来把自行车松起来 加油 哇这阵风好凉爽啊 哎我妈妈真的是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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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差距并不大 爸爸永本一跃 加油 漂亮 来吧 随时我们看到了红队的爸爸 已经来到了彩虹滑道这里 要注意 停 停 哎 停了下来 加油了 第一关卡的最后一路转换 加油 爸爸要加快速度了 没想到坐得那么稳 竟然会掉入到水中 而此而此多 我们可以看到 蓝队的妈妈 已经在我们的彩虹滑道上面了 减速减速 哇 ежд线 统 统 小心 ув浓浓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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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脱手两步的 而此时刻 我们红队的爸爸 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冲冠区 但是已经小心 小心我们的障碍物 没想到我们蓝队的妈妈 竟然反超了 我没有想到 妈妈这样的方式 在我们赛道上面 非常会情境得如此之快 而红队的爸爸 刚一踏入赛道 又迅速地落水了 加油 蓝队的妈妈 与终点越来越近了 加油 好 好 可以往前爬了 来来来来到我这里 来按一下我身旁的按钮 快快快 按一下按钮 恭喜你 第一关广队成功 太棒了 妈妈是经常会看我们的节目 对不对 嗯 你是之前了解过一些 对 之前了解过一些 怪不得这么熟悉我们的赛道 恭喜你 我们的蓝队的妈妈为宝贝 可以赢得了由一堂客和朗坤十二口才为您提供我们的智能话筒一支 同时在我们第二关的时候 还可以获得答题顺序的优先选择权 接下来 请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第二关 毕业 红豆霞 蓝队妈妈非常的棒啊 蓝队宝贝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你选择你先来答题还是让对方先来答题呢 对方先来答题 我准备好了让对方先来答题是吧 来我们的红队宝贝 来站好 太行山大峡谷选择一个字 选择哪个字 告诉我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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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题 A 地球上陆地站的面积大还是海洋站的面积大呢 A 陆地 B 海洋 请选择 没有听懂我的这个问题是吧 年龄太小了 在地球上啊 是陆地站的面积大还是海洋站的面积大 A 陆地 B 海洋 海洋 好 恭喜宝贝回答这些 非常棒 祝贺 是的 那么帅先要接受我们小小惩罚的 就是蓝队的妈妈 请做好准备 惩罚开始 蓝队宝贝你刚刚看到妈妈在这个鞋道上啊 这样鞋道倾斜了 你刚才说什么 我也想玩 她觉得特别好玩 她也想玩 好 好 还有 好 好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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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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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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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答案是B 很遗憾我们的蓝队宝贝 回答错误 第一关的时候没有下水 对吧 对 第二关的时候终于要下水了 期不期待 超期待 超期待 好了 既然如此的期待 那么接下来 我们第二关的终极惩罚 惩罚开始 蓝队妈妈的落水 也就因为一只红队的爸爸和宝贝 你们获得了我们第二关的胜利 恭喜你们 在这里 你们将会获得 由木桃子为您提供的 价值五百元的大礼包一份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 我们的终极挑战 进入到第三关 心跳八拳霞 终极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同样是我们的红队宝贝 你来选择 你先答题 还是让蓝队先答题 他先答 他先答 来 来 告诉我 杭 山 峡谷 选择哪一个 山 山 请听题 过马路时 我们应该先看左边 还是先看右边呢 A 先看左边 B 先看左边 请选择 左边和右边我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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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和右边你分不清 南南我告诉你 这边是左边 这边是右边 你觉得应该先看哪边 右边 先看右边 好 看来宝贝真的是觉得我们这个惩罚关卡是一件特别有意思好玩的事 所以在这个环节中 我们的妈妈随着宝贝知道问题回答错误了 你又要介绍我们最后的惩罚了 蓝队妈妈这边呢给我的感觉一直是乐观坚强 同时呢 她跟宝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让我感觉俩人都很爱玩啊 有没有玩过这样的道具 没有 有没有特别期待 还好吧 那么今天在现场很难得跟宝贝一起在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一起闯关 一起并肩作战 我觉得在这里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确实是的 主要想带孩子多来体验一些不一样的活动 不管结果怎么样吧 开心了就好 这份记忆我相信一定是幸福的记忆 那么接下来妈妈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之后 下面就来接受我们终极挑战的终极惩罚倒数三秒 三 二 一 双勒 这是最佳的感觉 就是最佳的感觉 就是在这里同样也要恭喜我身旁的红队了 恭喜你们 你们获得了我们终极挑战的胜利 来啦 在这里要恭喜你们获得了由求死图而同乐园为您提供的价值1610元 游乐大礼包一顺 恭喜你们 祝贺 祝贺我们到红队家庭 耶 山西广播电视台 山西湖关太行山大峡谷主区 联合制作冲关大峡谷第六季 全将一起来升关 拥抱青山绿水 去向清晴时光 陪你一个难忘的夏天 节目播出时间 山西问世每天中午12点55分 山西社号频道每天晚上8点 我们明天继续在风景优美的太阳山大峡谷等你哦 山西湖关太行山大峡谷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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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湖关太行山大峡谷主区